他与康熙皇帝统领,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他出身贵胄,才华横溢,却经历坎坷,惆怅一生。 他就是清出第一词人,纳兰性德。 他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困惑和谜团,比个什么样的人,从他的词中,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世间真情和人事沧桑呢? 敬请观众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 北京后海宋庆龄故居里,有两颗明开义和花,那是三百多年前,有一位少年公子亲手栽种的。 他的父亲是一代权相纳兰明珠,康熙皇帝是他的表哥,他就是清出第一词人,纳兰性德。 虽然贵为相门公子,他的一生却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谜团。 按理说,他出身豪门,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令人奇怪的是,他留给后人的词作,却充满了无尽的惆怅之情。 纳兰性德,年纪轻轻,就高中近视,并很快成为康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 然而,对于如此荣耀的地位与处境,他为什么会极力地排斥甚至鄙视,人在朝廷,而心却在江湖呢? 纳兰一生用情提升,对生命中先后出现的三位女性,兴尽了所有的爱。 最后,他们为什么却又纷纷离他远去,留下来的只有彻骨之痛,人生若知如初见,何是秋风,飞化山。 面对大喜大悲的坎坎经历,纳兰的心,就像是一碗黄莲凹成的苦枝,苦不堪言,并最终未尽所累,生命在三十一岁这一年戛然而止,犹如苍穹中划过的流星,短暂而震撼。 纳兰姓德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家族,杨启超说他是新出学人第一,国学大师王国为更是胜赞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那么,纳兰姓德为什么能赢得后人如此的青睐?通过读他的词,我们又能看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姓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一集,我是人间惆怅客。 从今天开始,我要给大家讲述的是清朝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词人,这位清代词人,他给自己有一个词语的评价,这个词就是惆怅。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惆怅我们知道就是伤心失忆的意思,也还带有彷徨无奈的意思。 正是有这样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所以这位词人呢,好像对人间的伤心事啊,就有一种特别的体会。 这位词人就是清初第一才子,纳兰姓德。 在讲述纳兰姓德的惆怅人生之前,我还想先讲一个跟他有关的小故事。 在乾隆的末年,市面上就有一部小说悄悄地流行起来。 这部小说啊,就是后来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据说在当时啊,市场上一部红楼梦的抄本可以卖到几十斤以上。 而保留到现在的乾隆年间,红楼梦的抄本呢,还有十一种之多。 当然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红楼梦有多流行,我想讲的是红楼梦跟纳兰姓德之间的关系。 而发现这层关系的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 那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很喜欢附庸风雅的这样一个皇帝。 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他最宠幸的大臣和尚就拿了一部红楼梦,就呈现给乾隆看。 据说乾隆一口气读完红楼梦之后,就甩下了这么一句话。 这写的不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吗? 乾隆爷说的这个明珠,就是康熙时期赫赫有名的纳兰明珠。 是康熙朝时期的一代名乡了。 乾隆皇帝为什么一读完红楼梦,就认定写的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呢? 他对红楼梦的这个评价就几乎有了一锤定音的味道。 所以清代很多人就说啊,其实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信德。 比如,有人就这么说了, 红楼梦一书快至人口, 誓传为明珠之子座, 明珠之子何人也, 于曰明珠之子明成德, 自荣若。 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 纳兰他到底跟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 贾宝玉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纳兰呢? 这里啊,我个人觉得红楼梦, 它毕竟是一部小说, 那我们都知道, 小说呢, 是允许虚构的, 既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么证明, 我们也不好就这么下断语。 不过呢, 贾宝玉和纳兰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倒是大家都很公认的。 纳兰到底是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为什么乾隆爷一读完红楼梦, 就认定贾宝玉家的事, 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呢? 而且到今天, 三百多年已经过去了, 纳兰的名气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还是越来越火爆。 他拥有一个很庞大的粉丝团, 那他如果去网上去看的话, 会发现有专门的纳兰姓德巴, 而且纳兰的故事啊, 还会不断地拍成电影啊, 电视剧啊, 书店里面的只要是有关纳兰的书, 都会被卖疯料, 而纳兰迷啊, 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公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出身豪门, 而且颇有些彩气, 在这方面倒和纳兰姓德有几分相像之处, 但贾宝玉平日里多喜欢搞怪, 不好读书的做派, 在纳兰这里却找不到影子。 那么纳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 为什么今天的人, 尤其是许多年轻人, 会如此地喜欢他呢? 我个人啊, 给纳兰姓德这个人物的魅力, 归纳了四句话, 相门翩翩公子, 江湖落落狂生, 清出第一才是, 千古伤心慈人。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第一个特点, 相门翩翩公子。 相门翩翩公子, 主要是说纳兰出身高贵,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是出生在资成金国, 资一名帝。 金国就是指当时的金城,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资成呢, 主要是说他很繁华, 很热闹, 迎来送往的种种的琐事很多。 那纳兰家的故居在哪里呢? 就在今天北京西城区石刹海的后, 那我们知道, 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 后海用资成金国来形容, 也是很合适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尤其是到了晚上, 这里是灯红酒绿, 很繁华, 很热闹。 而纳兰的故居, 就在今天的宋庆龄故居。 大家如果去宋庆龄故居去参观的话, 会发现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景点, 叫恩波亭。 这个恩波亭, 据说就是在纳兰府, 原来露水亭的故居上翻建的。 当年的纳兰, 就正是在露水亭这个地方, 跟朋友们聚饮唱和。 当然, 今天的宋庆龄故居, 只是当年的纳兰府当中, 很小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们去看这个闹钟取静的地方的时候, 还应该可以想象得出, 当年的纳兰府是何等的富贵风流。 至于乌伊门第, 就更能够说明纳兰他的出身高贵了。 乌伊本来指的是南京的乌伊巷。 那我们可能知道, 乌伊巷曾经是东晋的时候, 王岛、谢安这些大家族聚聚的地方。 唐朝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吗? 这个乌伊巷口西阳霞的乌伊巷, 就是指的当时王岛家族聚居的地方。 那纳兰说自己出生于乌伊门第, 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出生的这个纳兰家族, 是可以跟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相提并论的。 这里有没有自夸的成分呢? 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呢? 那我们知道, 王谢、王岛、谢安都是东晋时候的著名宰相, 是当时安邦定国的大功臣。 纳兰的父亲明珠, 是不是能够跟王岛、谢安相提并论呢? 在我看来, 纳兰家族在清朝的显赫地位, 是一点都不亚于东晋的王谢两大家族的。 我们先来看纳兰的父亲明珠这一边, 看过康熙大家肯定都知道, 纳兰明珠是当时全清朝野的一代名相, 堪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如果从明珠再往上推, 这个家族就更不得了了。 纳兰家族是属于满洲的正黄旗, 在明代的时候, 满族主要是分为了三大部落, 海西女真、 剑州女真和引人女真。 纳兰家族就属于其中的海西女真, 而努尔哈赤就属于剑州女真。 只不过到后来, 这个剑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 势力是越来越强大, 那海西女真为了跟努尔哈赤交好, 就跟她定义了婚约。 在万历十六年的时候, 纳兰的祖上, 当时年仅十四岁的, 孟谷格格就嫁给了当时三十岁的努尔哈赤。 孟谷格格后来就生下了皇八子皇太极。 皇太极建立大清国之后, 追尊她的母亲孟谷格格为孝慈高皇后。 而纳兰的曾祖父金台石就是孟谷格格, 也就是孝慈高皇后的亲哥哥。 我们看纳兰的曾祖父和康熙皇帝的曾祖母是亲兄妹。 也就是说纳兰跟康熙皇帝, 他们这一对表兄弟的关系还在五福之内。 所以从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纳兰是在清朝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 尤其是到了他的父亲明珠这一代, 这个纳兰家族更加说得上是飞黄腾达。 在少年康熙继位之后, 纳兰明珠一度深受处心, 曾经历任内务副总管, 五英殿大学士, 太子太夫的高官。 身在巷尾更是长达近二十年, 为康熙皇帝秦敖拜, 撤三番, 立有大功, 一度声明显赫, 全情朝野。 纳兰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说到生活背景, 纳兰的一生还与一个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对纳兰的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说来也更巧了, 纳兰他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而就在同一年, 比他早八个月, 康熙皇帝出生。 也就是说, 康熙皇帝呢, 只比纳兰大八个月。 后来康熙皇帝啊, 是清点纳兰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兼随身秘书。 这个除了是对明珠, 对纳兰家族的这个信任, 除了是对纳兰本人的才华的肯定之外, 我个人觉得他也可能在这个康熙的潜意识里面, 对这个只比自己小八个月的表兄弟啊, 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在里面。 然而, 就是这位出生相门的翩翩公子, 他的一生却充满了惆怅。 我是人间惆怅客。 那这位相门公子, 他怎么会充满惆怅, 对自己的一生他怎么会用惆怅, 伤心这样的词言来评价呢? 这就要说到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二个特点了, 江湖落落狂生。 我们说纳兰成长为风度翩翩的相门公子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奇怪的是, 纳兰偏偏对自己的贵族门帝儿一点都不在乎, 不但不在乎, 反而还经常流露出很厌倦的意思。 所以我说的这个江湖落落狂盛的这个江湖, 不是像我们平时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 那个行走江湖的大侠, 这个江湖呢, 主要是指的相对于在朝来说的在野。 如果说他的父亲明珠是在朝的高官的话, 那么纳兰他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想着要挂官而去流浪江湖的这样一位隐士。 我这样说有没有证据呢? 有。 纳兰啊曾经在他给好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他说, 人各有情不能相抢, 使得为轻时之鹤剑放浪江湖, 亦何必学汉氏之东方浮沉金马湖。 在这段话里啊, 纳兰的心愿表达得非常明显, 他说我不愿意学汉代的东方朔, 我要学就学唐代的贺之章。 那贺之章跟东方朔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知道贺之章在唐代呢做过秘书剑的官, 所以又称为贺剑, 他是生活在唐玄宗统治下的太平盛世, 但是偏偏这个贺之章啊并不留恋朝廷的高官厚禄, 而是选择了告老还乡, 当时唐玄宗是苦留他苦留不住啊, 不但是亲自赐尸, 而且呢还派了皇太子, 率领大臣们呢专门为贺之章来践行。 贺之章是自称四民狂客, 为人是狂放不羁。 那东方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东方朔也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 他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宫廷文人, 这个人呢很有才华, 但是可惜的是汉武帝一直是把他当成一个排忧来看待,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以滑稽灰胁来取悦皇帝, 所以是空有满腹的才华报复, 只能是一个毫无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朝廷弄成。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就明白纳兰他的选择是什么了, 他不愿意像东方朔那样做一个毫无人身自由和独立人格的朝廷弄成, 他希望呢像贺之章那样做一个放浪江湖的诗人狂客。 那大家可能会想, 你这个纳兰这个贵族公子是不是荣华富贵享受惯了, 故意这么说啊? 不是的, 因为纳兰不仅仅是在文字里表达这样想做一个江湖狂盛的意愿, 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实际行动的。 那这些行动呢我以后会具体讲到, 这里啊先只举一个例子, 纳兰他所结交的朋友, 根据记载啊是皆一时俊逸, 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纳兰结交的朋友, 大多数都不是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富家公子, 而是流落江湖不肯媚俗的一些江湖文人, 比如说纳兰最好的朋友顾真关, 就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 在纳兰交往的朋友里面, 还有很多是明朝的移民文人, 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是明清一代不久, 满汉关系啊还特别的复杂, 特别微妙, 可是在纳兰结交的朋友里面呢, 恰恰就有很多明朝的移民, 不愿意跟清廷合作, 像阎神孙, 像朱宜尊, 就是这样的移民文人, 可是纳兰跟他们的亲心交往, 完全没有在乎这种交往, 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纳兰是江湖落落狂生, 并不是指他真的挂关而去, 成为了一个江湖影视, 而是说他身在巷门, 心向江湖, 落落寡欢, 那应该说这是他一生面临的最大的矛盾, 也是他最大的悲剧所在, 第三个特点, 清初第一才是, 纳兰呢, 虽然是被当作红楼梦贾宝玉里的原型, 但是我们知道, 贾宝玉在红楼梦里面, 被形容成为是一个, 潦倒不通事物, 渔玩怕毒文章的这样一个富家公子, 当然, 贾宝玉也有一些小才, 不过呢, 每次跟这些姐姐妹妹咪比赛写事, 贾宝玉总是落在最后一名垫底的, 可纳兰信德就不一样了, 他是公认的清初第一才是, 纳兰信德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词, 其中很多家剧流传了几百年, 依然被当今的人们喜爱和传颂, 比如想, 人生若只如初见, 当时之道是寻常, 一往情深深吉许等等, 然而, 这也只能说明, 纳兰信德在诗词上, 却是有着不一般的造语, 但是, 仅仅凭借词写的好, 纳兰就能称得上, 清初第一才是吗? 杨宇老师这个说法的根据, 又在哪里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栏目 打开清明上河图, 我们看到了北复年间世景的繁华, 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 店铺里卖的是什么, 当年的人们吃什么, 喝什么, 读图, 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 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清明上河读宋朝, 敬请关注。 我说公认就说明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 我有三大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大证据就是专家认可, 我这里提两个名字, 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这两个人就是20世纪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 梁启超和王国为, 这两位国学大师对纳兰都有非常经典的评价, 在学术方面, 梁启超评价, 纳兰是清初学人第一,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 纳兰在清代初年已经达到了无人企及的高度, 在词的创作方面, 连王国为这样一个挑剔苛刻的人, 他都不得不承认, 他说纳兰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这个评价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 也就是说在王国为的眼里, 袁明清这三个朝代, 唯一一个可以跟北宋词人相媲美的, 就只有纳兰姓的这一个人, 还有人甚至是把纳兰跟曹雪芹并列称为清代文坛上的两座高峰, 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称为红学, 研究纳兰信德的称为蓝学, 所以从这些专家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出纳兰在学术和文学史上的重要级地位, 第二个证据, 传世之作, 在学术方面, 纳兰姓德在他19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老师徐前学的指导下, 编印了著名的儒家金姐丛书, 通志堂金姐, 通志堂是纳兰家的书房的名字, 通志堂金姐这套丛书是在纳兰22岁的时候圆满完成的, 一共有1800多卷, 囊括了儒家的经典是140种, 可以说是卷制浩凡, 规模宏大了, 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 纳兰是小小年纪, 就已经完成了一项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 应该说是学术界备受瞩目的新秀了, 在文学创作方面, 纳兰是诗词文个体兼善, 他不但是给我们留下了300多首词, 还有300多首诗, 纳兰总共只活了31岁, 31岁的短暂生命, 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拼出第一才是这点帽子, 它是当之无愧的呢? 如果说这个专家的认可和传世的这个著作, 都还只能证明纳兰在学术界和文学创作界的影响的话, 那么大家可能会反问一句, 那老百姓喜不喜欢他呢? 纳兰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又怎么样呢? 这就要说到第三个证据, 纳兰的粉丝团庞大, 那要知道纳兰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程度, 那我就要引用一首诗, 写这首诗的人正好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辈曹寅, 那曹寅跟纳兰是同事, 他们都是康熙的御前侍卫, 而且他们还是文友, 经常在一起吟诗唱和, 所以曹寅是很了解纳兰的, 他的话呢,可信程度也很高。 那这首诗有这样两句, 家家珍唱饮水词, 纳兰心事几层之。 饮水词就是纳兰的词级的名称, 家家珍唱饮水词就说明, 当时纳兰的词已经是家喻户晓, 无人不在传唱了。 大家可能又会想, 曹寅跟纳兰是好朋友, 那他们是不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吹捧啊? 这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不是。 因为不光是曹寅一个人这么说, 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 纳兰的词在老百姓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根据记载, 纳兰的词是当时传写便于村校游臂, 也就是说纳兰的词在当时连那种小山村里面的小学校, 还有小旅馆的墙壁上都有人在抄写, 在传播。 那在纳兰之前, 据我的了解, 似乎还只有一个人有过纳兰这样的殊荣, 这个人啊, 就是北宋的著名的词人刘勇, 因为当时有人形容这个刘勇的词, 刘勇的程度是这样说的, 他说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割柳词, 他就说只要是有人宴的地方, 就一定有人在唱刘勇的词。 纳兰的词也达到了像刘勇这样, 井水吃处, 无不争唱的地步。 甚至啊, 纳兰的词还跟刘勇的词一样, 还传到了国外。 当时有朝鲜人这么评价, 他说谁料小枫残月后, 而今重见柳屯田。 柳屯田就是刘勇, 因为刘勇曾经做过这个屯田园外郎的官, 所以又称为柳屯田。 那刘勇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词, 宇玲玲, 其中有这么几句啊, 今宵九省何处, 杨柳岸小枫残月。 所以朝鲜人说, 谁料小枫残月后, 而今重见柳屯田。 意思就是说, 没想到在刘勇写过小枫残月这样的经典名句之后, 我们居然还能够看到一个跟刘勇一样出色的词人。 那从这些评价, 我们可以看出来, 纳兰的词在当时有多么的受欢迎, 它传唱的范围有多么之广。 这是我讲到的纳兰的第三个特点, 兴出第一才是, 那最后一个特点, 千古伤心词人。 一个去世已经三百多年的词人, 不但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在民间还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粉丝团, 那大家就会问了, 纳兰的词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兰的。 不忍足读的地步, 那么纳兰词到底有什么特点? 后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呢? 个人给纳兰的词简单的归纳了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真情。 纳兰的词, 情感特别充沛, 所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的共鸣。 应该说真情是纳兰词的情感内核。 第二个特点, 自然。 我们读这个纳兰的词像人生若指如初见, 当时指导是寻常, 大家都会觉得这词就特别平淡, 读起来是朗朗上口, 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刻意的去修饰, 去雕琢。 所以自然是纳兰词的表现特点, 连王国威都这么评价纳兰的词, 他说纳兰词是以自然之眼观物, 以自然之舌言情。 所以也是看到他的自然这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追忆。 纳兰他好像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好像总是沉浸在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当中。 追忆是他的词的一个基本思路。 第四个特点, 伤心。 不光是他自己自称, 我是人间惆怅客。 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 比如说他最好的朋友顾真观, 就这样来评价纳兰的词。 他说, 荣若词, 一种欺望处, 令人不能足读。 这就是说, 纳兰词的情感的最大特点, 就是哀伤。 甚至啊, 不光是他一个人在伤心, 当我们在读他的这些伤心词的时候, 也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哀伤的情感所感染, 甚至到了我们也不忍心在读下去的地步。 可以说情感的哀伤是纳兰词的一个最大特点。 那这里我们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 这样一位出身相门的翩翩家公子, 他应该是生活在锦衣玉石当中, 生活在这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中的。 那他怎么会成为人间惆怅客, 成为千古伤心词人呢? 这里就说到纳兰的几大人生悲剧了。 我们之前提到过, 纳兰他最大的人生悲剧呢, 就是事和隐的矛盾, 也就是说身在相门, 心向江湖的这样一个事业理想的矛盾。 那除了这个最大的矛盾之外, 纳兰短短的一生当中, 还经历过三次爱情的悲剧。 第一次是初恋的失败, 第二次是他和卢氏的婚姻, 第三次呢, 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与江南才女神婉的七美恋情。 纳兰在结婚之前呢, 有过一段缠绵翡翠的初恋, 那纳兰有很多这个 美丽逗人的词句, 都是为他的初恋情人而写的, 但是后来因为外在的种种压力, 导致这段初恋呢, 中途就夭折了。 那这是纳兰在十几岁的时候, 经历的第一场爱情悲剧。 第二次, 应该说, 最令纳兰一生刻骨铭心, 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钟爱的人, 还是他的结发妻子卢氏。 但是他和卢氏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的三年, 卢氏后来因为难产, 引发一些病症, 就去世了。 纳兰有很多道王词, 都是为卢氏来写的。 爱情的去世啊, 应该说几乎是带走了纳兰全部的幸福和快乐。 纳兰从深入骨髓的痛苦当中, 我们看纳兰的词, 对王妻的追忆几乎成为了他后半生的爱情的主旋律。 应该说, 和妻子卢氏的生离死别, 是纳兰成为千古伤心辞人的主因。 在卢氏去世之后, 纳兰的这个爱情生活, 长时间是一段空白, 这段爱情的空白, 一直到他和江南才女神腕的相遇, 才重新燃起了纳兰对于爱情的向往, 他甚至还纳这个神腕为外事。 不过很快, 纳兰就发现, 爱情是没有替代品的, 也就是说, 只有卢氏才是他心目当中唯一的爱情, 任何人都不可能替代他。 因此与江南才女神腕的恋情, 最后也是以痛苦而结束。 我是人间惆怅客, 知君和事泪纵横, 了解了纳兰的悲剧的人生, 我们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 纳兰词所蕴含的悲剧的分量。 千古伤心此人并不是仅仅指纳兰他以读者, 也会深深地感染到他这种伤心, 因为纳兰他以31岁的生命, 在清代磁台上好像是一颗流星划过, 美得令人震撼, 但是流星的陨落同样也令人震撼。 更令人震撼的是, 在康熙24年的5月30日, 纳兰因病去世, 而这一天正好是他妻子卢氏去世的日子, 八年前, 也就是康熙16年的5月30日, 纳兰的爱妻卢氏去世。 在卢氏去世八周年的忌日里, 纳兰终于追随他心爱的人群,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 以31岁的短暂生命义无反顾地吩咐他关于爱情的全部信念。 我想,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纳兰他应该不会再伤心了, 因为他可以跟爱妻永远地厮守在一起了。 但是纳兰的英年早逝, 又给无数喜欢他, 热爱他的读者留下了伤心的理由。 而且我想, 这种伤心也还会一代又一代的影响, 情感的共鸣是没有时空界限的。 谢谢大家。 身为八七子弟, 纳兰性德虽从小就练习奇事, 但身体却一直很弱, 并且多病。 有人指出, 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在于, 纳兰多情善感的天性。 成年后, 纳兰接连遭遇了两件大事, 更是将他推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那么, 这会是两件什么事情? 年轻的纳兰又将面临怎样的情感波折, 和人生打击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纳兰心事有谁知, 第二集, 多情自苦, 缘多病。